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尖沙水的香港文化中心 参加第十届香港博物馆节开幕活动 今天的博物馆节内容特别丰富 围绕历史、艺术、科学、博物馆的主题 推出了超过70项精彩节目 让我带大家一起深入体验 感受香港多元化的文化和独特的艺术氛围吧 开幕是由充满动感的乐动行诗表演拉开序幕 在以往观众们多是远距离欣赏舞诗表演 而这次的博物馆节特别安排了飞翼工作者 通过现场示范 让大家可以亲自体验舞诗的乐趣 这次博物馆节的一个亮点 就是引入了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现在在我背后的就是传统木偶戏表演 再见木偶 我们可以看到四种不同的木偶戏 这种文化传承让我们在现代都市中 依然能感觉到传统的温度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中华文化的工作坊 这边是面素工坊 让我们赶快开始试一下吧 把这个也放在这上 让我们做个耳朵 然后压一压 压一压 对然后粘上去 这个完成 啊可以啦 我真的想吃 握着左一下 右一下 打出来 在博物馆呢 我们会收到一些 关于中国传统饼食的一些帽子 那些帽子通常都是木造的 那我们会用蓝去保护它 而今次呢我们用一些轻黏土去制作一个饼的那个帽子 那让市民呢可以去了解 和去试验中国传统饼食的那个制作过程 是让他们认识多些我们旗下的15间博物馆 和艺术空间 那让他们呢是透过一些活动 探索不一样的作物馆 星期日呢 其实这一带都是很多家庭的 那变了其实如果他们一家大小 就是来到一起玩 一起学东西 教育与娱乐是最好的了 除了传统文化 这里还有现代科技的展示 比如说这个纳米世界互动科学展览区 让孩子们可以亲自动手 体验科学的乐趣 让我们快看看这里有什么吧 放手 你可以看到这间餐的比较厉害 对 对 这边这个智能的组点 它吸收了叠状下来的冲 那这个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是 用来做那个公园的那个地毯 其实是用一种特别形象的方式 给小朋友就展示这个 对 香港博物馆节的开幕式活动 将会持续至11月3日 那么在接下来的11月的多个周末里 多家博物馆将会分别举行同乐日活动 现场会有拍照区 工作坊 主题讲座等多种活动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 亲身体验香港的历史 科学 艺术和通户多元的文化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